關注甜蜜君看劇跟精彩 大家好,我是甜蜜君 今天繼續分析今生有你 我不能對你無動於衷 愛到極愛,往往變成無情 透過不滿塵埃的玻璃凝望過去 是否還能找到無瑕的自己 在咖啡廳,譚靜早早過來 並不敢讓他等 聶以聖手裡拿著一個信封走進來 眼裡閃爍著一股無法遏止的怒火 坐下來的時候嘗嘆一口氣 已謝心中的憤怒 這裡29641塊 扣掉昨天給你的醫藥費 只能給你3萬 他在銀行特地換了鈴鈔 只為了羞辱他 譚靜沒有爭辯,咽下口水 這些年的奔波辛苦四處借錢 那顆心早已沉入無止的伎倆 他小心翼翼的放下那個破舊的鐵盒 彷彿放下了珍寶 這是他倆最珍貴的回憶 在多少個黑夜裡 照亮了他黯然的心 匈征呢? 這是他給他的定情物 賣了 匈征上有鑽石 值幾個錢 錢已經被我花了 賣了 他忽然覺得 那個年輕的念雨勝是多麼的傻 付出了全部的真情 他竟把他的愛換成了金錢 今天也用錢來花上一個句號 如果這樣真的能把他忘記 他嘴角帶著一抹譏諷的笑意 你不叔叔 你昨天可是問我要五萬 畢竟 這些錢用來買我的前途太多 用來買你的至尊太少 說完後悄悄抬起眼 想看他的反應 這是年少時譚靜對他說的話 他那驕傲的至尊 如今被他踩在腳下 竟有一絲快感 譚靜受到刺激 拿起包就走 等等 他手一揚 錢灑了一地 像是粉紅色飄落的眼淚 襯托這場離別 曾經他買給他藍牙耳機 譚靜說 我收了你的錢 我們倆就不平等了 不平等的兩個人怎麼相愛 那時他是多麼驕傲的女孩 越以勝時常送他東西 在他眼裡就是失手 如今他用他們的過去換成金錢 連他自己都看不起自己 他們已經不平等了 他緩緩地蹲下身子 小心翼翼地用冰冷的指尖 撿起一張張在地上的錢 像是撿起已經被自己失碎的至尊 聂以勝拿起鐵盒 走得很決然 終於可以跟過去告別了 當愛已成往事 就不會再心如刀割 出門直接扔在旁邊的垃圾桶 然而心卻在隱隱作痛 古蹟仍然一直坐在車裡看著 疲倦了的傷心 忘不了的情 也挽不回那破碎的曾經 毅然固執的不肯放手 他走到了垃圾桶前遲疑了一下 他一個一生 甚至有點潔癖 放著垃圾桶 讓手和衣服碰在上面 已經是破天荒了 走出來後還用手把鐵盒擦一擦 譚靜沒有把胸針還給他 因為他想要留住他們最美好的回憶 他一直帶著 彷彿他還在身邊 不曾離開 打開鐵盒 像是回到了那個青蔥歲月 過往的幸福嘲笑著心中的疼痛 這大概就是痛病快樂著的感覺 參加完舞會 淑晴說他們倆就是個空心人 為了一段感情 耗盡生命中所有的熱情 回首往事 記憶依然清晰 當初為了給譚靜買胸針 他用自己的假期 頂著烈日打了幾份功 雖然身體很累 心卻是充實的 他希望離他心臟最近的地方 帶著他送的胸針 他希望他的心每跳一次 都能想他一次 我不過生日 說的時候語氣裡充滿無奈 他說今天做了兩台手術很累 其實他的累 是在跟過往做最後的決別 送淑晴回去後 本想開車回家 卻發現走錯了路 他想起那天晚上 看著彈靜上車 一路跟在公交車後面 看著他下車 跟到了他家樓下 今天又不自覺來到同一個地方 他嘗試說服自己 這樣的事 是最後一次 正是向往事告別之前 再來看他最後一眼 他躲在黑暗裡 牟尼始終在乾犬那以流離風化的過往 沒想到送他胸針是在生日 告別也是在生日 今天也是他的生日 自從跟他分手後 就再也不過生日了 因為跟他一起慶祝生日的場景 在腦裡揮之不去 恰巧等到他們慶祝生日回來 在他們經過的時候 他打開了一點窗戶 想聽得更清楚些 卻聽到他們聊起爸爸 他現在已經結婚 有人替他過生日 而且他從未愛過自己 那麼多年的執著就像一場笑話 內心凌亂 怨恨 孤獨 他已經精疲力盡 其實早該結束了 也終於結束了 炒豆渣 一盤炒豆渣 是君哥對彈鏡母子的愛 私命下凡歷劫 為了藏進人間苦楚 煞費苦心 為自己寫了一個一無所有的劇本 只為了不再對人間有所依戀 沒錢沒事業沒愛情 為心愛的女人養兒子 還要給孩子的爹下跪 大概歷完節可以飛身上神了 平平每天喝豆漿 都會剩下很多豆渣 譚進不捨得扔掉 君哥說他最愛吃豆渣 每次他回來 譚進會放點小蔥和椒鹽炒一下 讓豆渣更加好吃 君哥喝著小酒吃著豆渣 是他覺得最幸福的事 其實他不一定愛吃豆渣 只是他願意給他們母子最好的 他們喝豆漿 他吃剩下的豆渣 君哥對彈鏡的愛 一點也不少 他在用自己的方式守護著彈鏡 發豆芽 發豆芽是念一生的希望 譚進小時候爸爸加班 媽媽去彈鋼琴賺外快的時候 就會給他泡幾顆豆子 說等到豆子發芽 媽媽就回來了 他給念一生泡了豆子 說等發芽了 他就回來 從那以後 他就養成了泡豆子的習慣 每次豆子都發芽 儘管彈鏡再也沒有回來 他依然堅持心中的那份希望 緬懷那段甜蜜的愛情 發豆芽是念一生對美好愛情的堅持 而豆渣是君哥對溫暖生活的嚮往 念一生和君哥第一次正式見面 是在醫學院他給彈鏡分析 兩種手術的力和筆 君哥親熱的一生 Ging,我是彈鏡丈夫 讓念一生直接把話吞回去 他嫉妒他能光明正大地搂著他的肩 大概他已經被這種輕易動作衝昏了頭 沒有看出彈鏡一直往左邊走 君哥一直將他搂向右邊 油箱 本想避開彈鏡的念一生 要發給他資料 這樣他們就不用見面了 發現彈鏡給他的油箱 是當年他註冊的 他很不解 讓他再念一遍 心中也不由的燃起了希望 他不是從來沒有愛過他嗎 為什麼這麼多年還用這個油箱 這個油箱的意思是 TN Forever 彈鏡和念雨勝永遠在一起 他把彈鏡的P放在了前面 是對他的尊重和真愛 在他心裡始終把它放在第一位 這個油箱七年還在用 讓他滿腹疑惑 彈鏡的油箱暴露了藏在心裡的愛 給了他希望 聂東也為什麼不喜歡彈鏡 為了彈鏡 聂以勝违背了父親的意願 聂東也不喜歡彈鏡的根本原因 是因為聂以勝七傷從一 原本在聂八眼裡 他們就是門不當戶不對 聂以勝為了他跟他鬧別扭 以為斷了他的經濟 他就會改變決定 隨之他堅持下來了 在外面風吹熱賽打工掙錢 看到寶貝兒子受這樣的苦 心裡難受 他多年打造的帝國 後繼無人 這一切都因為彈鏡 加上後來他們分手後 聂以勝多年不娶 連戀愛也不談 讓他遲遲不能抱孫子 更何況跟他父親還有說不清的仇恨 彈鏡在他心裡就像一根刺 就算後來仍然平平 也喜歡不起來 其實聂以勝完全可以自己過好了 情好的一生給彈鏡爸爸治病 但他覺得彈鏡就是他的整個世界 不想讓他傷心 要讓他無後顧之憂 想成為他最好的依靠 我是天秘君 我們下期再見